是可以可靠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作为生产商 其实我们背负的责任 其实我跟大家说 其实很大很大 其实大家如果不知道 如果真的出现质量问题 出现最后背负责任的 不是说经理 不是说管理层 是公司的owner 后面下来是公司生产着 凯利美商凯利的这些产品 是由我说一来生产 其实最终的责任是我来背 是我来背 如果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我的问题 我自己背负的责任很大 我做保健品工厂 今年是我第18年 第18年 在这个过程之中 很多工厂的owner 所有者 我只见过两个比较坏的 见过两个比较坏的 其他的owner来说 都是很精进烈烈的产品 因为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 自己生产出来自己家的孩子 质量上要对得过自己的职业操守 而FDI每年有两次飞行检查 而GMP每年三次的突击检查 这个东西我跟我工厂的很多高管 包括如果大家有直接来我们工厂 看到我的那个质量总监 洛伦基特他跟我11年 他跟我从别的工厂到我这里有11年 我跟大家一直说过 天底下所有的捷径是什么 是没有捷径 所有的捷径是不要只有捷径 那就是捷径 层层稳稳地走下来 把产品做下来交在你们手上 这就是捷径 此外没有别的捷径 我个人很不喜欢别人在宣传上 用什么弯道超车 什么超车 从来没有这个技术 你能超车 下来你会翻车 所以我跟很多人做生产的来说 做生产做管理质量来说 我跟大家说是没有激进 是最大的激进 老老实实把它做下来 真的延误了就延误了 跟大家说对比这产品延误了 但是千万不要想 消费者不知道就激进 这个也是我支持Steve Phillips 做凯利原因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们有很多国外的直销品牌 到我工厂来跟我做的时候 他说我要质量要 我不管质量 我就要你美国生产的 因为我叫你们工厂的口碑很好 但是我说这个质量 这个价格对比这个质量 他就不管 消费者不了解 其实我跟大家说过消费者是了解的 今天不了解 明年他会了解 所以我当时我跟Steve说 我说以其帮别人做这么一个不合格 对比自己职业操守 不是良心 不是良心 职业操守的产品 还不如我们双方来做一个 我们认为对自己职业操守来做 作为一个化学 化学师 分析师 配方式 来做一个好的产品 所以我回答你这个想法 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这是我们做凯利的一个初衷 一个初衷 就是想把自己一个很好的产品 安全的产品 有效的产品 给到终端消费者手上 不想走迹境 不想向别的消费 向别的品牌公司说 我们不管 我们就要一个全美国产的产品 因为你们口碑很好 你们研发能力很好 我们消费者不管这东西 其实我说是管 因为就是 就是这个疫情下来 就是回到这个疫情 其实你说怎么能不管呢 如果这个消费的哪天 因为如果拿来我们很好的产品 如果它在免疫提高了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您哪天 如果它免疫系统不好 你经过它被传染的 你也是一个在雪花之边 没有一份洁白 没有一份大家都呜呜的 我跟大家说 所以回归到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都是在一块 我们哪天某段时间段 我们都会在某个点上 我们会连线起来 只不过现在你们没有看到 你们没有看到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说是 做生产 做事情 做商业 我向来跟我的朋友 跟我的partner Steve partner 因为我有四个品牌 我有四个合伙的公司 我跟他们都说 没有寂静 不要有寂静 不要看别人公司说 今天他们做了5000万8000 做一个亿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不要做这事情 包括昨天晚上 我们还有个品牌 Course做得很好 有一个很大的品牌 因为零 零时间过来找我们说 我们要带你们产品 但是你们不允许跟别人做 我说这样我们不做 我们不做 我们不想 他说我们公司很大 可以把那些扩大多少倍 我还是说老老师来做事 先对着你自己职业操守 职业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你就先做职业 然后再对着你自己良心 良心是后面的东西 道德规范来说 这个是超乎情绪 先对职业操守 我如果是一个化学 我就做好化学要做的东西 我是个厨师 我做好我的饭菜 做好自己的东西 做好自己的业操守 然后再往前去追求自己要做的 然后再做自己良心 那是后面后面的东西 先不要先一开始就是太急功近利 因为这个凯莉是我跟Steve 两个人是从被比一样把它成长出来的 我们不愿把哪天把这个产品 把这个平台 把这个公司交到一个 我们觉得对消费者不好的人手上 我们我始终我不愿意 哪怕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哪怕它发展的 就是没有像别的公司 能做到100个亿200个亿 我们也认但是我就不想 在这个时间段把这个公司带到一个 我曾经跟很多人 很包括我跟我们公司妹妹开会就说 不要把你变成你曾经痛恨那个人 五年前你是你老板不好 当你十年前五年五年后 你变成一个老板之后 你其实你就是做的 跟你当年恨的老板不一样 就一样的东西 不要把它变成这样 我跟我很多人说过就是 做任何事情 不要把你变成你当年痛恨的那个人 我为什么对我这个 这个职业生涯 为什么冲击很大 因为我在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的前老板 Tim Romero 我告诉你 给我很大很大的 这个职业的这个模范 职业是模范 什么钱该赚 什么钱不赚 他这个底线做得很好 我从那边学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他这个给我很大的 这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 就是 做事老老实实做 不走捷径 不要走捷径的办法 这是最大的捷径 不要想什么弯道超车 或者什么超过别人 其实很多人很多做事很多很多回都来 哇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回回到自我 其实跟自己内心 跟自己自己自己抗争 以后过程 真的是 其实 其实 就什么 就是 我们生而为人 总之有些向上 积极向上的东西 也就是 回回到 总有做一些 对这个50年 100年之后 我们想到 到我们 过世那一天 我们想 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 其实 如果能说 我们做一些对自己有用 对他也有用的 也有用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